一開始阿里山的火車是在這種原木為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個以前人要上下 他其實在蒸汽火車的時候 他事實上是人要上山跟下山 他是他沒有坐車廂的 他是坐這種台車上去是很危險的 然後呢在1920年的時候才開始有掛車廂 然後在1984年這邊不是開放觀光嗎 然後這邊開放觀光的時候 是很亂七八糟的觀光 我們剛剛講說水也不夠 停車廠也不夠 然後呢還有什麼住宿的空間夠不夠 也不夠 所以在1984年的時候呢 然後呢他們就想空想空 然後就把這個車廂呢 就做成什麼 臥鋪 這邊沒有寫 1984年的時候做成臥鋪 然後想說讓讓這邊遊客可以睡 後來就倒閉 就就就就生意就不好就關起來了 為什麼各位知道嗎 因為呢就阿里山他們的工人 就是這邊不是以前是舊聚落嗎 他們說你以前在山上的人會不會去睡車上 不會 你會睡哪裡 在睡家裡嘛對不對 會睡車上是什麼樣的人 死掉的人 死掉的人 哈哈哈哈 就是臨時的那個太平街 哦真的哦 他們就是因為他們隔天要把這些大體要送下去嘛 或者是怎麼樣要處理嘛 所以呢他們不會把它擺在家裡 也不會露天的擺放嘛 所以呢他們就把車廂 就是先把這些大體就放在車廂上面 然後那個火車要開的時候就要送下去 那這個車廂呢 改成貨鋪的時候 都不用開冷氣都很涼 哈哈哈哈 當然生意就不好啦 我們走